老杨到处说 我们五月十五号星期六的中午北京时间十二点到一点 我们有一个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很多朋友呢很喜欢老杨到处说的节目 但别忘了喜欢看的时候呢 记得订阅 记得点赞 记得留言 欢迎畅所议员 好不好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是五二五一二 十三年前的呢 汶川大地震就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多发生的 那时候我们都在现场 十三年后在成都也发生了一件事 问题还在 但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了 这句话意味深长 好读报时间 英国BBC 中国人口官方普查总数十四点一亿 增长率略降 老年化已成基本国情 这是第七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 金融时报呢 之前已经引领了所谓知情人数说 中国总人口已经低于14亿人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首次的下降 但这次多了一千亿 一千万 国际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 2017年以后的几年里 中国新增人口数下降明显 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明吉泽 人口普杂数据反映了人口结构性的矛盾 劳动人年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的规模下降 老龄化程度加深 总和生育率下降 出现了出生人口数量久低 也就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 那么有人预计 中国人口可能在2025年达到峰值 然后开始下降 影响经济潜在的增长力 不过老龄人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 比如说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要上升 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就是老龄化已经成了中国的国情 也就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占比 也就65岁以及以上的占比要达到18% 相当于西班牙和挪威当前的水平 当然易富贤大国空巢的作者 他预测会更加的悲观 认为下降明显是断崖式的 老龄化以后的危机会更加的严重 当然从人口经济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人口将从2027年开始收缩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2029年人口要负增长 这个时间点刚好跟中国的经济规模 可能超越美国的时间窗口重合 老龄化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体的慢性病 干活的人少了 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多了 养老金缺口扩大 社会负担沉重 年轻人自己的生活就不容易 就更不愿意生孩子了 这叫二性循环 马昭也就是圣路易华盛顿大学 东亚系的副教授 他说作为一个传统的非移民国家 中国如何调动自身人口生育能力 弥补劳动力红利的下降 这是来自中国外部的挑战 但我想举国动员体制 党员先生 这个东西有一半的党员 如果是年轻的党员 就玩 这个很容易解决 很容易解决 那么人口会不会出现负增长呢 有人担心会出现负增长 这是社科院的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 颁布的一个报告书 绿皮书 中国人口在十年后达到最高峰会下降 长期的人口衰退 尤其伴随不断加剧的老龄化 会带来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 那特别是哪个地方的人口萎缩比较厉害呢 东北 过去十年 中国有六个省级行政区的人口减少 包括甘肃 内蒙古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人口减少最多是东山省 人口的迁徙普基本的趋势 从北方移到南方 从农村移到城市 当然老龄化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世界性的问题 日本目前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主要经济体之一 韩国 台湾 香港同时也出现的人口负增长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横向对比仍然有优势 所以专家认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还是要慢于发达亚洲经济体 比如韩国 人口结构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领域时报 谈到了人口普查凸显了中国的人口危机 就出生率在下降 人口的老龄化 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劳动力在萎缩 中国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国家在老龄化 女性的进步也面临更多的官方的障碍 虽然普及力 普及教育方面有极大的成长 但是跟托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比重 除非有新一批社会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 否则生育率可能会进步下降 教育育的城市中心人口增长 教育的地区落后在后面 所以就出现几个问题 东北地区的人口减少 跟教育养老医疗等这个巨大的差异有关系 纽约时报谈到了 中国的强迫穆斯林的女性结育 以降低出生率 这当然是引用了法国学者郑国恩 研究报告了 英国卫报介绍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赛德科 几个人大概讲了四个女孩 女人的故事 这四个女人 当然也被外国的媒体 包括郑国恩他们有很多的宣染 那么这个宣染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宣染说明了新疆问题不断的凸显 那这里面当然呢 这个呢 北京 当然是指责这些批评者是进行缓华的议程 那赛德科啊 还有等等的 他们强迫啊 那妇女要放什么 那个套 那个那个 逼运环 逼运环 但是他没忘记 逼运环的汉族地区 其实那妇女上得更厉害 其实存在问题也很多 英国的BBC谈到了台湾 台湾有一个七岁的孩子在练楼道 被重重摔 教练把他摔 摔到陷入分泌 可能呢 是植物人 这引起了文化的深思 这就是说呢 对虐待儿童的现象 熟视无睹的文化现象 这个东西呢 就影响了人们对台湾的观感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当初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呢 老师非常受到尊重 在台湾来讲呢 老师合法的体罚学生 这个在台湾 时空见惯的 大陆你当然不行了 是吧 所以但是开始禁止殴打学生了以后 再受到日本的这么一个教育的影响 家庭中的严惩的虐待 事实上也是一个问题 台湾有些家长用孩子分数考的低 要打他们 等等 这是台湾的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 谈到了这前白宫幕僚长 伊曼妮尔将出任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这是拜登政府之由呢 决定的是由了61岁的伊曼妮尔 来担任此前空缺两年的驻日大使 这个事宜进入最后的协调 他曾经是奥巴马的亲信 跟拜登关系很好 现在正式提名 那么经过了参议院的批准 他就要上任了 这位老兄来自芝加哥市 柯林顿时期担任政策顾问 联邦议会众议院的预长 后来在奥巴马09年上台以后 当了白宫幕僚长 后来又当上了芝加哥的市长 连任的两届 这个事情呢 看来也是他们家 要开始动了驻外大使很多空缺 这里的空缺 当然包括北京 路透社呢 谈到了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跟中文没有建交 但宏都拉斯的总统说 中国的疫苗供应 尚对 在疫苗的供应上 对盟国有担当 或许考虑在中国大陆 设办事处来购买疫苗 宏都拉斯的总统 福安 奥兰多 爱尔兰德斯 那么就昨天表示 可能在中国设立一个商业办事处 以购买新冠疫苗 这个中美中国家 是台湾长期的外交盟友 他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他在中国的疫苗供应上 对盟国有担当 他们有兴趣通过 墨西哥 吉利 阿根廷或者沙尔瓦多 来购买中国的疫苗 对富裕国家 当然包括美国 顿期全球疫苗供应 感到失望 他也要求盟友台湾 说和美国的分享 疫苗的准备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那就另当别论 路透社那么谈到了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将被纽交所摘牌 不过已经决定被摘牌 三大电信运营商在上周五表示 根据美国去年的投资限定 他们将被纽交所 政交所摘牌 有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讯 那么已经分别宣布上述失败之后 依据纽交所将通知监管机构 关于他们退市的消失 这些公司表示 纽交所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了表格 十天之后 退市立刻生效 他们可能要跑到香港来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PPT 创三年半最高涨幅 加剧了通胀的担心 受大宗商品价格飙涨的推动 就包括豆饼 植油饼 菜油饼 都是 中国事业份的生产者价格 创下了三年半来最大的涨幅 人们担心通胀的压力 可能蔓延全世界 国家统计局的昨天的公布 事业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9 涨幅创七个月来新高 事业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同比上涨6.8 为2017年10月份以来最大的月度的涨幅 CPI是什么呢 CPI是追踪一篮子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胀指标 PPI是衡量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指标 那么四月份的PPI同比丈夫高于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 调查的经济学家给出了6.5%的义气中值 但是CPI的数字符合经济学家的义气 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的凸显 金融时报谈到了什么 中国的科技板块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陈敏兰的文章 由于担心新法规遏制科技行业增长 投资者对该行业避而远之 但随着估值下降而不确定性的消退 长线布局与科技行业的良好时机逐渐的浮现 那就2020年科技行业能够是新冠疫情下的赢家 随着数位化转型的加速 科技行业盈利大幅增加 推动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今年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 第四季度的盈利强劲 但是科技板块不行 还是一直在互动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国际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怎么样呢 就是说长线布局的这么一个良性的机会 虽然增加 但是今年情况不一样 第四季度的盈利强劲 科技板块一直表现发力 龙头企业比二月中的峰值下跌15%到25% 中国科技行业面临下行的压力 很大程度来自于政府对科技巨头 和整体互联网行业的严厉监管的措施 这个行业在数位经济领域里面的无序扩张 日益引发政府的关注 所以这几个月来 为整顿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规 除了以处罚 政府聚焦三个领域 第一 禁止通过算法限制竞争对手 或区别对待平台用户的做法 第二 中国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 第三 监管机构寻求对客户数据的收集 使用进行监督 这个呢 法广 法广谈到了王毅 王毅呢 跟比利时的护手将通电话 涉江涉港问题不容外来的干预 这是呢 中国跟比利时呢 建交五十多年 王毅的八号 跟比利时的户外长 外交大臣呢 维尔梅斯通电话 强调 涉江涉港问题属于中国内部社会 不容外来干预 王毅表示 中国会根据了比利时的需要 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抗议 中国市场是开放的 为比利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 希望比利时呢 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当然这就是一个哈拉的说法 但是不断的强调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不容外力的任何的指手画脚 世界新闻网 就谈到了华春莹 华春莹说 世界不应该只有CNN和BBC 各国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前两天我们读了纽约时报 一个专稿说 中国正在创造全球新闻媒体的替代选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1日回应表示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风物多元的 在媒体领域不应该只有CNN和BBC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讲得不错 华春莹表示 中国作为拥有14亿多的人口 14亿千万最新的数字 占世界人口将近5分之一 拥有5000年圆绵不绝文化的国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理所当然应该在值得在国际舆论格局中 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说美国的参议院外委会通过了2021年的战略竞争法案 提出每年发挥3亿美元 用于抹黑中国的负面信息 面对针对中国的肆意抹黑 妖言访言 当国中国当然要自己的声音 说明事实真相 留下客观真实的人类 可以集体叙述和记忆 我想这才是真正负责任国家应该有的负责任的态度 讲得不错 华春莹强调 美方一直滥用话语霸权 打着自由的幌子 对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虚假 细极的攻击 一方面又把意识形态凌驾以客观真实的原则上 通过抹黑打压中国媒体来为自己政治操作辩护 这是赤搂搂的舆论和话语霸权 那么这个讲话很好 他又为新华社说了很多好话 说新华社有90年的历史 跟其他国家新闻机构的合作 跟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 跟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合作没有什么不同 不能因为新华社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否定新华社等中国媒体应有的 新闻交流合作的权利 因为新华社既成被拨 从美国撤回 如果因此指责新华社等中国的媒体 跟其他新闻机构展开正常的新闻 信息交流合作 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的歧视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归纳一下 第一 第七次中国人口普查 预示的老龄化社会已经迫近 不确定性导致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少儿化不是中国独有 也是全球性的问题 纽约时报有关新疆少数民族 强迫节育的问题 资料来自法国学者郑国恩 新疆方面理应有证据确凿的针对性的反驳 不能一声不吭 老是一声不吭 你就坐实了人家对你的指控 第二 疫苗已经成了中国扮演负责任大国的戾气 这一点很显然跟有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 顿机疫苗明显不同 有着强烈的对比 第三 驻美国驻日大使悬空两年 有了人选了 那么驻华大使也应该确定 我在想会不会真的让余茂春来出任呢 如果真让他来 那就好玩多了 第四 民营企业的股票下跌明显 不只是这几个巨头 我们拉了一个点 这个很明显 这反映市场 对中国政府加紧整顿和限制 民营企业市场已经感到不安了 第五 华春莹所言极是 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 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舆论格局中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我想呢 这几天有关凤凰的传言很多 凤凰曾经扮演过这么一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是官方媒体所不能够取代的 也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 应该说过去的25年 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上 中国的媒体 华人媒体有自己一时之地 凤凰是扮演角色的 但是现在凤凰收归国有之后 恐怕有一点自我阉割的意味 把凤凰的收归国有 跟限制苹果日报 在香港的声音相提并论 这是对凤凰过去曾经 所做的扮演的角色的一种侮辱 这种侮辱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刘长乐先生现在面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得不出卖他的股份 但是要为刘长乐先生所率领的团队 曾经扮演的角色所做的努力 要说几句公道话 我们说一篇文章 精彩的文章有三个要素 叫凤头诸堵报尾 凤头很棒 二十五年前 他有他的一个很杰出的 飞跃黄河的开头 从二十多年前 他扮演了很多节目 又出了很多很精彩的节目 可惜这个报尾 让他的女婿给搅黄了 这个报尾没收好 这一篇精彩的文章 终究也有遗珠之汉 但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格局上 要有自己的一石之地 有一个历史的经验 告诉我们 但凡舆论一律的国家新闻机构 很难在国际舆论格局上 扮演自己 本来应该扮演的很好的角色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祝福凤凰 祝福曾经为凤凰 努力过打拼过工作过的所有的朋友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wo 不laus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这边 这边 CU 赞